十二十五日 台湾地区创作型歌手 陈灵九出席品牌单眼活动 不少粉丝早早就等候在现场 陈灵九一白色衬衫搭配 黑色长裤的简单造型出现 赢得粉丝一片欢呼 而他为了单眼也是很努力 自称有研究头皮按摩的技术 还透露非常注重女生的颜值和发质 那更看重颜值还是发质呢 其实没有 因为我这个主要第一印象 我真的就是会觉得 这个人的理官的感觉 会是我的第一印象 那当然是其他 其他是需要相处过的 也不是完全外貌 就是还有一些内心层面的东西 那发香味会为女生加分吗 我觉得一定会 因为有时候香味嗅觉 就是一个刺激 就是你可能走过去 然后闻到一个味道 然后回头再看到他 那种心动的感觉这样子 会对女生摸头伤吗 当然有 但是很久以前的事 我现在是稳定交往中 对不对 陈灵九现场还感谢了粉丝 让他从一个创作型歌手 慢慢有了更多的发展和可能性 所以即便忙到每时间睡觉 也很开心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